拒絕甲開放 拒絕甲開放 忠孝西早晚東能上 忠孝西早晚東能上 拒絕甲開放 忠孝西早晚東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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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加油 大家正常的犧牲 忠孝西加油 我沒有拍 我們有拍 來來來來 一起拿 來來 感謝感謝感謝 我們今天記者會的話 就這次蓋子 再次感謝三位議員 還有媒體的朋友們 還有我們現場來深遠的車友們 在這麼寒冷的夜晚 還有下了一點微微細雨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12月4號 會選在晚上10點半 這麼晚的時間來開記者會呢 那就是因為台北市政府 就是選在了晚上11點 到隔天的清晨6點 這樣子一個這麼奇怪的時段 來開放忠孝西路 來示範試行通行 我們所謂的普通通行機車 也就是250Tc以下的機車通行 雖然說呢 柯文哲市府 以及他的交通局 承諾他們 在年終的時候的承諾 在他們卸任之前宣布了 開放機車通行 忠孝西路的這個時間點 但是呢 我們還是需要講 真的非常的遺憾 拒絕讓機車 在白天的時段 在一般晚上的時段 來通行中道西路 只有在深夜這個時段 才能走 請問我們現在深夜時段 到底有多少班公車 是走中道西路的 幾乎這個數量是趨近於零 我們又要怎麼樣知道說 公車如果未來 直接一般白天 一般晚上 跟中道西路 一起混流行駛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目前的這個方案 其實交通局他們真的要觀察 什麼樣數據來講 其實也是非常難觀察的 這次真的被柯市府騙了 完全百分之一百被糊弄了 柯文哲當場就答應 當場就承諾說 中校西路 近了四十幾年 不合理 柯文哲也當場承諾說要開放 結果柯市府以拖待變 拖到選後才公布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完全不是開放 深夜時段的開放 根本就是假開放 糊弄大家 所有人追求的結果都是一樣 就是交通安全 讓我們可以有交通平權 你在白天的時間 禁止機車通行中校西路 到底有沒有達成交通安全 這樣子的結果 你只會把機車逼進小巷弄裡面 今天我們看到 戰前相關的道路 的公車數量 的行人數量 有比中校西路少很多嗎 跨越藍綠呼籲 說未來的蔣市府 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一定要還給我們機車族 一個正當的一個權力 你是覺得半夜騎機車 比較安全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 真的讓人匪夷所思 也要請蔣萬安市長 接下來 在你還沒有上任之前 請你先預先準備好 我可以跟你拍招 10.59分 我是07的學弟 地理是07的學弟 10.59分 我距離我們聽那個林牆的 那個叫什麼 一定會成功 鄉前走 在台北車上拍的 鄉前走 一路鄉前走 走到要抵押 鎖好鎖好 那是沒辦法騎 其實是很奇怪 沒有啦 你應該準備一個活動 比如說什麼 中校西路走九遍之類的 中校西路走九遍 等一下要走九遍也是可以啊 等待了44年 歷經5月的台北市交通局 業配內容涉嫌騎士機車事件 6月多位議員助攻 7月的遊行之後 一向被視為機車禁地的中校西路 終於在2022年12月14號深夜 再次讓機車合法踏上這條首都車站前的康莊大道 記者會結束 車友們陸續上路之後 我也騎著白排機車 在細雨綿綿的深夜 進到這條我平常騎CDR300R就可以走的中校西路 台灣的道路規劃經常就是要人精神分裂 同樣是騎著機車 在一條速限50公里的平面道路上 車子性能也不會帶來明顯差異 黃紅排的可以壓上內線車道 可以直接左轉 白綠排的就要繞路 就要兩段式左轉 而這條中校西路 更是用著公車數量太多當作理由 對機車一封鎖就是44年 逼迫機車要繞去市民大道 要繞去城中去的單行道 但是那些替代道路更為狹窄 公車密度也沒有明顯差異 還有大量的行人穿梭 不管是對機車也好 還是對逛街的民眾也好 那環境怎麼可能比一條大直線的中校西路來的安全 遇到公車要靠站 切換到內線車道就好 但是過去政策又迫使機車只能走在外線車道 造成公車靠站時經常跟機車發生衝突 也就是說 中校西路進行機車 根本就是一連串錯誤的交通規劃造成的 作為進出首都的火車站 往來的公車數量肯定會多 因為就是有那麼多的乘客要在這邊轉乘 而且公車要上下課 也不該是在路邊隨便插個站牌就解決 去看日本去看歐洲的規劃 火車站外多半有Bus Terminal 也就是公車轉運站的設計 讓市區公車可以進到一個空地或建築物裡面 乘客就集中在那邊轉乘 這樣公車在靠站的時候就不會影響到周邊道路的交通 也可以比較長時間的等候 甚至是做到對時發車 比方說板橋公車站、台中車站前站 目前都有做到這樣的設計 但是很遺憾的 至少從國民政府統治開始 台北車站前面似乎就從來沒有做過市區公車的轉運站 公車就直接停在中校西路的路邊 這當然沒有辦法負荷那麼多的路線、那麼多的班次 於是台北市交通局後來又祭出了公車總量管制 限制通行中校西路的公車班次 美其名是要維持車站門口的鎮暢 但是實際上只是要讓自小客車更好通行 大眾運輸的使用者嚴重受害 進風時間每一班往三重新裝方向的公車 車上乘客擠得跟沙丁魚一樣 但是業者卻沒有辦法增搬疏解 幾年前台北市政府大力推動西區門戶計劃 拆除中校西路旁的國光客運台北西站 更多的國道客運被安排到原本就已經非常擁擠的市民大道上 因為中校西路進行機車而改走市民大道的二輪 行駛環境又變得更加惡劣 而國光西站被拆除之後 那個用地你當是拿來改成市區公車轉運站的絕佳地點 絕對容納得下中校西路上大量的公車班次 但是後來卻改建成一個華而不實的廣場 交通局的科員或許也有著滿滿的無奈 可能在他們的理想在他們的專業之下 也認為這樣的規劃是不好的 但是氣勢比人強 長官要他們做他們也違逆不了 中校西路只讓機車深夜通行 再怎麼愚蠢也得要做 因為其他時段就是有想像中很可怕的公車 然而還是要講 所謂的公車會跟機車衝突 根本就是一連串錯誤的政策 錯誤的規劃造成的 考照制度的鬆散 讓不良的駕駛人也能開車騎車上路 造成大量交通事故 而解決方案就是很粗糙的 在內線車道劃上進行機車 讓機車要跟靠站的公車搏鬥 這個問題在車站門口又被嚴重放大 最後只好把整條馬路都劃上進行機車 而所有交通治理的失敗 最終都是弱勢用路人要承擔最多 包含無法征搬的公車 包含被嚴重限制度選的機車 好歹他把那個四個字塗掉了 欸不是說五個字 這邊是進行機慢車 所以就五個字 開心看到你 10萬youtuber欸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但是陣線 從一陣線 沒有沒有 你知道我剛剛看他這個字啊 我在想說 欸你是不是準備要做漁衣了嗎 沒有啦 因為我原 我剛才看到以為 又是上面又要寫什麼meta 什麼之類的 我的偶像 海北騎士 也到忠孝西路 記錄著歷史的一刻 這天也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之後還有跟雨神飄一起去吃宵夜 幹對齁 因為他再時間下雨啦 就他啦 走下天橋 陸陸續續還有著機車 在半夜騎上忠孝西路 現在只能說是個階段性成果 當時間證明機車通行 一樣是安全無餘 就有持續推進的機會 期許未來台北市政府認真檢視 拒絕假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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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孝西早晚都能上 拒絕假開放 拒絕假開放 中孝西早晚都能上 好加油 中文字幕——YK